大家学习过例表查询之后 现在我们就透过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能够更熟悉常态分布的应用 这里假设有一个长青班 班里头的学员年龄假设为常态分布 搜集他们的年龄资料之后 得到他们的平均年龄是65岁 标准差是5 那么请问从这些学员当中随机抽出一个学员 然后这个学员的年龄是大于75岁的几率是多少 这是第一小题 如果随机抽出一个学员 那么这个学员的年龄小于55岁的几率又是多少 这是第二个小题 那么第三个小题 是哪一块那比较不会混搖调 所以说呢同学们也可以试着利用画图来帮助自己能够更了解题目 好了因为题目已经说到这是一个常态分布 那第一个小题是问随机抽出一个学员 他的年龄是75岁以上的几率是多少 那我们就画一个常态分布图 将平均年龄65岁标示在图的中心的标示在图的当中 那因为问的是75岁以上 所以说将75定位之后呢 来查询相关的几率值吗 所以现在就要透过Z转换 将常态分布转换为标准化常态分布 我们现在的课程也介绍了Z的公式 就是将随机变数X减掉母群体的平均值 再除以母群体的标准差 就可以知道常态分布当中的随机变数X 当经过Z转换之后呢 相当于标准化的常态分布当中的Z值是多少 我们来做做看 随机变数X是75 那减掉平均值65 再除以标准差5 就可以得到Z值是等于2 也就是随机变数X的75 经过Z转换之后呢 在标准化的常态分布下 相当于是Z等于2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画出一个标准化常态分布图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要寻找的几率是Z大于2的区域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查表来得到答案 我们看到标准化的常态分布表 Z等于2.0的时候呢 查到的几率值是0.9772 也就是说Z小于等于2的几率是0.9772 但是呢 我们要求的几率是大于等于2的这一块区域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曲线下的总面积 是1的这样子的特性 将1来减掉0.9772 就是在标准化常态分布下 Z大于等于2的几率是0.0228 那这个是第一个小题的答案 也就是当这个 也就是说X是大于75以上的 这个几率的话呢 是2.28%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小题 第二个小题是要看随机抽出一位学员 这位学员的年龄小于55岁的几率是多少 同样的我们也是将常态分布图画出来 因为是要看小于55岁的几率 所以要求的区域是位在 所以要求的区域是位在55的左边的区域 接下来我们要将一般的常态分布 转变为标准化常态分布 所以就必须要透过Z公式 将X带入55 书带入65 Sigma是5 好 经过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是负2 是负2 好 也就是一般常态分布下的55岁 经过Z转换之后呢 相当于是负2 相当于是负2的位置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透过标准常态分布表 来查询相对应的几率了 我们从标准常态分布表 可以查到Z等于2.0的位置是0.9772 所以小于2.0的几率 所以小于2.0的几率就是0.9772 而大于2.0的几率呢 就是多少呢 取线下面积为1 将1来减掉0.9772 就是0.0228 那我们曾经有讲过 常态分布的特性之一是什么 常态分布是左右对称的分布 所以同学应该可以从图当中看到 Z大于2.0的面积和Z小于负2.0的面积 其实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Z小于负2的几率 是利用1来减掉Z小于2的几率 就是我们的所要的这个答案了 那答案就是多少呢 0.0228 也就是什么 百分之2.28 百分之2.28 Z小于负2的几率 其实和Z大于负2 Z大于2的几率 其实是什么 是一样的 因为左右对称 那所以说呢 最后Z小于55 Z小于55岁的几率 其实就是什么 百分之2.28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是要计算随机抽出的这个学员 他的年龄介于55到75岁之间的几率有多少 同样的 我们依照题目画出一个常态分布图 可以知道要计算的面积是在中间的区域 同样的我们要将一般的常态分布转变为标准化常态分布 所以使用Z转换的公式 经过计算之后呢 一般常态分布的时候的55 透过Z转换之后就相当于Z等于负2的位置 那而一般常态分布时候的75 那经过Z转换之后呢 就相当于是Z等于2 好 根据刚才的Z转换的结果 我们同样的可以画出一个转换后的标准化常态分布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透过标准化常态分布表 来找到我们所要的答案了 一样的 我们找到Z值等于2的地方是多少 是0.9772 是0.9772 也就是什么 Z等于2的时候呢 它的左手边的整个区域的几率是0.9772 而它右手边的这个区域的几率就是什么 就是把1来减掉0.9772 就等于0.0228 同样的 各位同学可以根据我们所画出的图来看 因为常态分布有左右对称的特性 所以Z等于2的时候 它右手边的区域面积 就是这个0.0228 这个区域面积 其实是相当于什么 Z等于负2的时候 这个Z等于2的时候 右手边的这个0.0228的区域的面积 其实是相当于Z等于负2的时候 左手边的区域面积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Z等于负2的左手边的几率 就等于是0.0228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Z等于负2的时候 它左手边的整个的这个区域面积是 0.9772 那现在我们又知道 Z等于负2的时候 它左手边的区域面积是 0.0228 因此我们要找出正负2之间的区域面积的时候 就可以将0.9772 来减掉0.0228了 把0.9772这个整个的左手边的这个几率 来减掉这个0.0228这个部位 好 那答案就是0.9544 就等于是95.44% 因此呢 随机抽出一个学员 他的年龄介于55到65之间的几率 就是95.44% 另外呢 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Z大于2 以及Z小于负2的几率是0.0228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曲线下面积是1的特性 用1来减掉两边的0.0228 就剩下中间的区域面积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做法哦 总之各位同学要知道 Z表的应用是没有一定的计算方式 只要同学们所使用的方法是合理的 那思续是合理的 逻辑是合理的话呢 然后当然答案又是正确的话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哦 好 那以上就是Z表的应用范例的说明